哈喽,我是大哥 今天想来聊一聊我平时在家运动的五个很好用的小工具 怎么样挑选可以避免踩到雷 还会分享很多健身动作 我很喜欢这种小的柜垫 它和这个大的瑜伽垫比起来不占地方 而且它能代替瑜伽垫的非常多的功能 往地上一丢就可以各种拉伸 还可以做平板支撑,俯卧撑等等 总之就是把它们垫在我们的手掌或者手肘膝盖下面做地板动作 你在网上搜贵的容易 有很多牌子做,我觉得挑便宜的买就可以了 第二个小工具是哑铃 妹子们先别点出去 不要,千万不要害怕说用哑铃会把自己练得很壮 因为男生的雄性激素高铜是咱们的十几倍 所以我们要练一点肌肉出来是其实是挺难的 哑铃呢,你只要遵循小重量多次数的原则 它是非常非常适合新手用来塑形的工具 一对哑铃其实是可以练全身的 如果你是女生,然后之前没有过力量训练的基础 我建议可以先用一公斤的,然后再慢慢的把重量往上增加 男生的话就买重一点吧 我想分享两个我很喜欢的动作 一个是练工三头肌 白白肉这儿的紧后臂屈身 我们这样子用手扣住哑铃 放在肩膀上,再举过头顶 慢慢下放到上臂和前臂乘90度角 再举起 全程上臂都一定要保持稳定不动 和地面垂直 手肘尽量去贴近耳朵 上举呼气,下放吸气 再来一个是练臀和腿的动作 我们找个墙壁扶一下 背部挺直,然后扶伸 手去找寄鞋带的感觉 能感受到臀部和大腿后侧的裹身肌有很好的拉伸感 注意支撑腿的膝关节 不要去前移 尤其是我们的腰这儿 正常的腰曲应该是 老建 看不出来 正常的腰曲应该是往前弯的 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正常的腰椎的生理曲度 要不然上大重量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可能会导致腰椎肩盘突出 我们练上肢 特别是单关节的运动 像刚刚的颈后臂屈伸 需要的哑铃的重量 肯定是比我们一练下肢要轻的 所以建议一开始不要买太重的哑铃 免得放在角落里面吃灰 我很不喜欢这样子设计的哑铃啊 很不好握 还是这种有棱角的比较好 接下来是弹力带 像是迷你的弹力带 还有这种闭环的 我觉得都很实用 像那种开口的 像一块布一样的那种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买了 迷你的弹力带 我们可以套在大腿上 做深蹲的时候 可以防止膝盖内扣 像如果没有迷你弹力带 其实这种也可以代替 比如说你先把它绑一个结 然后再把这边圈一个圈 其实就可以把它缩得比较短了 这种弹力带呢 我之前出过一个视频 是配了背景音乐的 全程更做背部训练 小伙伴们还想看用弹力带 练哪一个部位的训练 可以发弹幕告诉我 第四个工具是瑜伽垫 新手朋友我建议买稍微厚一点的 像是10毫米的 因为厚的话它会感觉比较软 但是厚的瑜伽垫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收纳起来会整个 站的体积比较大 最重要的是上面一定要有这种 比较深的防滑纹 你买回来如果觉得脚底打滑的话 就一定要马上退了 要不然出汗的时候运动 一滑倒是很危险的 关于瑜伽垫的用处可就多了 各种练腑练臀 至于材质 我是还没有碰到过不臭的瑜伽垫 如果你有碰到过没有味道的瑜伽垫 麻烦告诉我 最后一个用来放松筋膜的泡沫轴 有没有小伙伴给我买的同款 我对它真的是又爱又恨 一开始真的是觉得很痛 但是好像用习惯之后 反而觉得那种表面平滑的 就没有它效果这么好 如果你耐痛能力比较一般的话呢 就还是买那个平滑的吧 对了泡沫轴千万不要用它来滚 急住 我一般只会用它来放松下肢 还有手臂 OK今天先聊到这儿 记得帮我点赞投币 不过不强求 你点了我也很高兴的 OK那我们很快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